字幕作為李宗盛 《音樂中監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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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初我們創辦Loss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過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不同的物質套 存在在一個行業裡面 那麼我們也想著 本來純粹是一個風潮 我們前期也會計算過 主要的成果都是租金和薪金 以及要自己推測引流 冒險精神一定會在那裏 幸好今天我們短短五年之間 發展到有八個國家十二個訓練 我們對員工管理其實就是一個家庭 我們沒有高低之分 大家是分工之分 所以我們對員工大家是很一視同仁 我們很多員工年齡層都比較硬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帶他們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例如我們去外國開訓練 或者去外國試玩別人的物資圖店 或者去當地市場了解的時候 我們都叫員工齊去的 讓他參與一下 讓他知道當地有怎樣去做這份生意 和當地的質素去到哪裏 當地的客風又怎樣 當地的收費 租金 人工 生活水平等等 他有了這個意義的時候 他會方便給我們一些影響 我們營商心得 其實我們由第一天開始決定做企業客這個市場 所以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當時銅鑼灣店有十個主題房 直至我現在銅鑼灣家旺角 就前來有十四個主題房 我們的房間夠多 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不同的客 我明白可能香港是追求一些快新鮮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是 那些回頭客喜歡玩的時候 會玩完我們十四個主題房 亦都我們是做一些 每一年有一些新客 應該每一個階段都會有新 有一個新 generation 駕駛場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是做一些新面孔的客 所以客人正在追求一些刺激感和新鮮感 因為我們有房種多 所以我們不需要額外花資源去不斷去改房 因為我們自己由房的設計 從第一天開始經意 將所有的機關為置都決定放在哪裏 所以那些電線就坐在牆裏面 而且我們其實不定時會升級房 就不會說改房 因為你的成本都在 所以這是其中我們營商心燈 在開多兩間分店叫Loss Junior 就針對六至十四歲 其實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Loss這段時間 我們就收了很多不同的 或者接代了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都是這個年齡層的 他就來到這裡搞派對 但是發覺就是 在他的房間裡 第一 他的指定時間真的玩不完 第二 就是有些位置可能對他來說比較高 因為設定一些機關比較高 他根本上都碰不到 很難去玩 所以我們就決定 原來是這麼多小朋友喜歡玩的 很多家長也都覺得 他玩的時候 就可以有很多社交技能 所以我們就決定開Loss Junior 我們加入了很多 Steam的元素在房間裡 就是Stand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其實在房間裡 大家有很多動手做的事情 動手做的事情 大家是要想一下 如何去解謎 如何去動手做 如何去突破這個難關 香港租金人工是頗高的 如果香港都站穩陣腳 外國市場通常都不會出事